增加了非常多的榮光 所以大家一提到林百貨 其實就會聯想到台南 所以林百貨幾乎已經 跟台南這個城市連結在一起 所以林百貨雖然是台灣最小的百貨公司 但是絕對是能量最大的一個百貨公司 因為它撐起了一個城市 你說對嗎 非常感謝 那我們每年的這個摩登大遊行 其實現在也變成是 台南是非常指標性的一個活動 城隆剛梅小老師所提到的 其實一舉辦完之後 很多人就會開始預約了 所以每年參與的人可以說是越來越多 所以最近我們在召開跨局處協調會議 最困擾的一件事情就是 要怎麼樣子封路 因為中正路是台南市的主要幹道 整條風起來有 交通不知道要怎樣 但是不封的話 採接遊行的人這麼多 那麼觀看遊行的人又是更多 那整個交通的確會打結 不過我非常感謝我們的警察單位 也非常非常的幫助 會全力的來協助我們整個交通的一個工作 那之所以會有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都要歸功於我們這個活動 可以說辦得非常非常的成功跟精彩 讓大家參與的人都深有同感 感受到什麼 感受到身為一個台南人的光榮 這是我這幾年來深深的一個感受 前幾天有一個教授接受我們的邀請來演講 那他在台中的大學教書 然後他說他每年在新生開學的時候 他都會問他的學生說 對你的城市感到有光榮感的請舉手 有的舉手 一問的之下 都台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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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那個老師講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哇 台南人為什麼對自己的城市 有這樣子的一個光榮感 我覺得文化非常非常的重要 大家是因為生長在這一個塊土地 接受文化的這樣子的一個滋養 所以對自己的城市非常的有信心 我們的城市有老的文化 有非常舊有的這些歷史 但是我們絕對不是現在所講的 又老又舊又窮 不是 其實我們把我們的老的文化 我們把它物語它的新意 很多的創意注入在這裡面 所以其實台南市是一個 有歷史文化的城市 但是它是架構在這樣歷史文化的城市之上 有很多新的創發出來 我想這個是台南這個城市 非常獨特的一個地方 我感到非常的榮幸 能夠擔任台南市的文化工作者 那這一次的我們的這個摩登大遊行 我相信一定會號召更多更多的民眾 大家共同來參與 不管你是走在路上 或是你是在旁邊 光看的這些民眾也好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台南市在這個摩登大遊行的過程當中 整個歷史好像演出來給你再重新見到 跨過每個不同的一個時代 大家從每一個團隊的裝扮當中 可以看到每一個時代的一個特色 我在這裡特別感謝陳總經理 還有我們整個團隊 大家真的是非常的用心投入 在這裡特別的感謝 我也相信這一次的活動一定會更成功 謝謝 那在第一次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剛剛陳總美教老師說的 我們其實是到處去要約 我們是不到100人的團隊 那今年呢 我們其實已經到了 暴增到500人以上的團隊 那我們也是在想說 為什麼我們的遊戲可以越慢越精采 人數越來越多 這個只有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台南各地區的朋友給我們的商品 所以呢 旅白鳳就有今天 真的是要感謝我們台南各地的朋友 給我們這麼多的支持跟努力 那今年的武藤摩登大遊行呢 我們的主題是台南疫情走 是藝術的藝術 我們透過這個遊行呢 我們要跟五位 我們台灣非常有地位 很知名的藝術家跟畫家來做致敬 那在今年呢 我們的遊行裡面呢 我們會出現我們公益之父 顏九龍老師 他的這個 支邊的這個領帶 還有我們許淵富攝影家呢 他的這個 以前曾經使用過的這個攝影 這個照相機呢 也會在我們的遊行隊伍裡面來出現 那今年的遊行呢 其實非常的精采 因為我們有看過 有一些像新市場大叔啦 還有戴衣服酒店啦 還有很多的團隊的 在今年都做了很多精細的打扮 都是來符合我們的主題 所以我相信呢 我們今年的遊行呢 一定是越來越成功 越來越精彩 大家拭目以待 那也歡迎大家呢 今天一定要參加我們的遊行 看看我們台南的摩根 是怎麼樣的一個形式 那今年呢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呢 也要在這邊跟大家做報告 我們非常感謝台南大家給我們的支持 那也感謝我們的房東文化局給我們的支持 所以零百貨在今年呢 12月13號 我們將在台北微風車站店 開出第一個 零百貨的台南物產店 那這個物產店呢 我們銷售的東西 銷售的商品 銷售的物產 都來自於台南 我們會在台南車站 架設一個紅通通的代表零百貨 代表台南熱情的店鋪 來行銷我們台南 那零百貨之力 讓世界看見台南 那我們會繼續努力 繼續加油 也請大家給我們繼續支持 謝謝